聖精德中學 一向重視同學的學業成績 聖精德中學一向重視同學的學業成績 並投放資源創造和優化各科教學策略 在09-10學年 我們特別引入學習王學業獎勵計劃 促進同學持續學習 學習王一共分為三個級別 分別是藍卡、銀卡和金卡 參加的同學只要在不同的測考 和評估活動之中 達到一定的分數就會獲得職點 累積一定職點之後 就會獲得不同的獎勵 例如同學完成一個級別之後 就可以晉級挑戰更高的難度 這個計劃最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提升同學學習的興趣 爭取進步 在過去一年間 已經先後有很多同學獲獎 同學的學科成績都有明顯的進步 現在就等我們看看老師和同學 對這個計劃的看法 我在學習王獎勵計劃 完成了金卡的程度 我覺得很開心 還有其實我覺得對學習來說 有很大的幫助 不單是幫助我 會更加努力去溫習之外 亦都推動到我平時會自動自覺地 拿一本書出來看 來拿這個貼紙 儲夠一定的數目 就拿到這個金卡 完成了之後 學校亦都會給我一些獎勵 其實是相負相成的 我覺得 一方面 學校給我一些獎勵 當然自己會覺得 繼續做下去 繼續做下去 去到拿更加好的成績 我開台選金卡 是因為我自己認為自己是有這樣的能力 就是我自己認為有些科目 是可以去到那個金卡的目標分數 所以我是可以很有信心地去選一個卡 我每次為了拿學習王的貼紙 我都會在每次密書、測驗考試之前 都會溫書作預備 平時如果上課有什麼不明白 就去教員室 或者在老師有空就問老師 我在這個學習王拿了金卡 我就覺得我比之前積極了 每次見到我拿一些貼紙 還有在密書考試測驗到高分 我就覺得自己有一種成功感 我對學習都非常盡心 我們都很開心 在那個班房裏面 當老師派貼紙的時候 或者公佈分數的時候 同學懂得互相欣賞 有時候 那個班帳時間的時候 老師派一個卡給同學的時候 老師亦都會說 某某同學已經完成了銀卡、金卡 同學都會報議掌聲 這些我們都覺得 在班類的氣氛方面來說 能夠營造了一股力求上進的表現 在新的學年 學習王獎勵計劃將會繼續推行 我們希望各位同學能夠踴躍參與 在爭取良好學業成績之餘 亦都共同創建積極的學習氣氛 師傭